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头 那今天这期又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开箱的一个视频 今天要开的东西有三个 那么我们先来从第一个开始吧 第一个 是一个iPhone 12的一个透明的壳子 来自老孙家的 老孙家是谁呢 就是大家其实 我说一个那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 就是长线派大家应该听说吧 就是每一个iOS版本的一些测试版啊 然后那个网站就是那个长线派呢 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新固件的描述文件提供给大家 然后他们微信公正号还会这样推这种 每期固件的一些更新特性之类的 其实他们也是有做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周边产品之类的 东西还不错 我之前在他们家买过贴膜 那个贴膜区质量真的很不错 怎么说呢 非常的耐用 而且手感很不错 这真不是广告 全都是我自己买的 没必要打广告 它这壳子是个硬壳 就不像那种 我之前有买过其他的这种透明的壳子 但是呢是那种软质的 所以用久会好黄好黄 脏脏的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壳子没用多久 大概就用了有四个月不到吧 就黄成这样 有点区别 就是这底面的话 它是没有这种全包边的 比这个软的要薄一点 先戴上试一下 哦 还有动画 非常的螺感 真的很螺感 很薄 这个按键也是 手感也是 恰到好处 非常恰到好处 下一个 是一个黑色的 这个我怎么截不开 不让我撕吗 这才对吗 一点都不解 撕的我有点难受 戴上试一下 保护性很好 而且它是二合一的 所以你玩游戏的时候 其实有如果有那种 戴这种的话 如果玩游戏的话 可能会挺方便的 所以就单独 可以拆的话 这样的话 拿起来用 也是比较好一点 多了一个 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 人家两个壳子的一个重量 但是保护性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有点像一个 小的笔记本 很扎实 拿在手上很扎实 它这个是属于一个皮革的材质 摸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有一点点稍微的弹性 然后呢也不会很软 而且这个 就是其实有很多这种 壳子啊 就是这一块 就是这个盖子 我不知道什么 好多厂家 就是这个盖子永远都做不到 就是对齐这个边框 总是要么就是多出来 大部分还是多出来了 就是非常的难受 这个倒还好 刚刚好 就千万这里就千万不要 多出来 多出来就很影响观感 孔位的位置也挺准确的 没有说偏移啊或者怎么样 这个是叫V5 因为他们家是也也做那个 手写笔啊之类的 就是就是iPad周边 或还有一些手机周边的一些东西吧 就如果大家可以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感觉他们家东西还可以 他这送的是啥呀 贴纸 哎呦我去完了 这个位置 刚刚好 哎呀 就这样了 勉强能看 哈哈哈哈 下一个 好家伙 这个是啥 还有一个 也是一个光学模 哎怎么有两个啊 哦这个是我买的这个 苹果笔记本的贴膜 就我我也是挺怕这个涂层脱落的 说实话 所以就买了这个贴膜 然后商家呢建议我呢是一年一换 就干脆给我俩 就可以用两年了 是这个意思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贴膜是来自 卡 摩尔 卡摩尔 是这么多吧应该是这么多吧 卡摩尔 包装还是挺豪华的 说实话 搞得有模有样的 就像那种以前买的那种硬 这书店买的那种杂质的那种画一样 就那种什么什么来着 我都不知道这么说 反正就那个意思 像一本书一样嘛 对对对 一本书一样 第一个是什么呢 触摩板贴膜 我什么触摩板要贴膜 因为我手很多汗很油 就这一块特别的脏 然后我们来贴一下这个屏幕的贴膜 屏幕贴膜真的很考验人 一般人还贴不了 我不知道应该会翻车了 我觉得 大概率会翻车 在一起 身旁边还放下 尽用头 ivos 叽鳍 或ogan 呗 杂ule 拿 patients 找 完成了 小玩意不错的 这个贴的 那小贴吗贴的 绝了 这也不怕 这也不怕涂成脱落 你看我刚刚至少重复了五六次吧 也没有说很难撕之类的 非常的牛逼 我还搞了一张擦镜布 你看就知道长得像那个苹果的 这种原装的擦镜布 但是呢 这个比那个便宜多了 平价版的擦 擦拭布 这个擦起来就很带劲了 擦完就是干净如新 手机屏幕也可以擦 就你看现在我手机屏幕又是 应该是有点脏吧 擦一下 看一下 哎呀真带劲 看就擦了 再把iPad屏幕也擦一下 就这么一擦 嗯 OK那么这一期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觉得有意思的话 请点赞评论转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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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